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5月14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Cherry 30岁的学霸范逸然在遭遇到枪杀生盲后的三个月 他的一作论文被全球一家顶级期刊收录 且该作品的唯一作者 消息传来 文者无不恶反叹息 据政治经济学杂志网站消息 该期刊已于今年4月末正式接受了范逸然的论文 论文题目为《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与流动性问题的互动》 该文《岛屿部分》编辑编著 范逸然被一场可怕的罪行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我们以此文来纪念这位出色学者的一生和他做过的工作 美国当地时间今年1月9日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生范逸然坐在车中 等候去看牙医的女友 前一天她刚刚对毕业论文做了最新一次的修改 这是她读博的第四年 如果一切正常 她将于今年下半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顺利毕业 在等候女友回来的这段时间里 两人一直互相发着消息 但在女友又一条消息发出后 半天却没有等来回复 感到有些异样 这不是男友的风格啊 越想越不放心 于是迅速地返回车中查看 出现在她眼前的是倒在车中的范逸然 头部近距离中枪 凶手使用的0.45英寸口径手枪的子弹壳 就掉落在本该属于她的驾驶座上 彼时是当地时间13点50 当地媒体报道 犯罪嫌疑人是32岁的杰森·南丁格尔 她与范逸然素位平生 无冤无仇 这天下午 她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与其北部的 艾文斯顿市随机选定目标持枪射击 范逸然是她的第一个目标 整场枪击持续了好几个小时 完全是连环枪击案 最终总共有7人遭遇袭击 3人死亡 4人受伤 当地时间17点35 凶手在艾文斯顿被警方击毙 2021年1月11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官方微博 发布关于范逸然博士遇害的声明 在芝加哥上周末发生的一起 不可理喻的暴力事件中 不幸遇害 表示对范逸然的家人和朋友 表示诚挚的慰问 范逸然的优秀是全方位无死角的 不仅专业突出 学术卓越 而且兴趣广泛 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保送同院系研究生攻读金融硕士项目 随后赴美留学 据《全现在》报道 在北大读书时 他就是北大知名话剧《九人》的初代导演 《九人》剧本则改编自经典美国电影《十二怒汉》 芝加哥大学校长罗伯特·奇默在事发后第一时间 就对范逸然的遭遇表示哀悼 奇默在一封邮件中写道 我的同事和我分享了这令人心碎的消息 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遭到枪击 范逸然是该校布斯商学院和肯尼斯格里芬经济系联合项目的一名 30岁博士生来自中国 在攻读博士学位之前 他还获得了芝加哥大学金融数学专业的硕士学位 剑桥大学金融工程硕士学位 此外范逸然还是一位特别有家国情怀的年轻人 一直都有回国投身教育的想法 他曾对自己的朋友说 初中的时候他的梦想是 有一天可以帮助治愈癌症 读本科后他又产生一个想法 就是有朝一日能教书遇人 教育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今年是范逸然进入博士生涯的第四年 他本来计划今年提交博士论文 开启职业生涯 同时在热爱的教育和话剧的道路上继续前行 但2021年1月9日 他30岁的生命停留在了美国芝加哥市 在他的追思会上 他的研究生导师 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彼得汉森 亲自向范逸然的父母致哀 并表达遗憾与不舍 汉森表示 范逸然是他最好的研究生 他与妻子很早就同范逸然相识了 他还曾为他写过博士申请的推荐信 最后还用中文向范逸然的父母致哀 表示非常遗憾 愿在这场无望之灾中 不幸遇难的范逸然一路走好 相信天堂中没有杀戮 也愿每一个远离故土的游子都平平安安 在要求公开更详细数据的呼吁声中 BC省疾病控制中心BCCDC 终于于11日首次公开了社区级别的详细疫情报告 最新发布的这份疫情报告将数据具体到每个社区 报告显示了自5月4日至10日为期一周的确诊病例分布情况 从数据上看 东温哥华、苏里、阿波兹福德和米逊地区 以及BC省东北角部分地区的阳性率依然高于10% 其中每日新增案例比率最高的地区是苏里 且该地区一周内就报告了超过1300例确诊个案 紧随其后的是Obsford和米逊地区 日增确诊比率最高的前三位同属非沙卫生区 报告还显示大部分疫情严重的地区 如苏里的感染率已经较前一周有所下降 其他有下降趋势的地区还包括北温、三角洲和本拿比等 不过温哥华东南部分社区 温哥华、徽角区、西温、苏里南区、苏里纽顿和米逊等地区的疫情依然在持续恶化 另外根据BCCDC报告本月6日的数据 亚省的新冠确诊比率是BC省的2.3倍 也是全加拿大乃至美国最高的省份 这一数据的公布使得外界再度提出禁止跨省旅行的问题 是否应该限制亚省省民进入BC省 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据悉 BC省政府早前已在两省边界树立告示牌 要求亚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进入BC省 但并没有实施执法权利 而BC省府之前也曾引述数据指出 跨省病毒传染只占总感染的1% BC省公安厅长范和复也表示 该部门会密切留意情况 将根据卫生部门的数据做出相应的安排 温哥华感染疾病中心的医学总监 Brian Colwell表示 BCCDC这次公开详细的疫情数据是一个好的开始 同时他也强调 报告中的数据清楚地表明 宿利地区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必须被重视 本周一BC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博士表示 工作人员正在开发交互式地图绘制应用程序 通过该应用程序 人们能够按照年龄和性别搜索并了解社区疫情水平的数据 他指出该应用程序或在未来投入使用 科学家和研究人员说 信息的公开共享有助于个人做出明智的决定 并为科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做探索提供数据 同时为全国各地的司法管辖区提供决策依据 此外BCCDC还公布了全省民众接种疫苗的比率数据 大多数低陆平原地区的疫苗接种率在21%至40%之间 目前BC省已有超过50%的否刺额民众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 加拿大议会利益冲突与道德专员马里奥迪翁 当地时间5月13日签发调查报告 对总理特鲁多和时任财政部长比尔默诺 涉嫌卷入避我们慈善机构丑闻的事作出结论 认为特鲁多没有违反利益冲突法 默诺则违反了这一法律中的三个条款 华高认为在联盟政府决定向我们慈善机构提供 4,350万家园的酬劳来运营总额高达9亿家园的 暑期助学经济化的过程中 特鲁多没有受益这么做 尽管他的家人与该慈善组织有诸多联系 特鲁多本人此前承认 他本应该回避相关的内阁会议 却没有回避 这是他的错误 报告同时认定时任财政部长默诺 违反了利益冲突法的三项规定 包括他接受了该机构的礼物却没有公开 他和家人在2017年参加该机构 在厄瓜多尔和肯尼亚的人道主义项目时 为支付总额达约4.1万家元的交通和时速费用等 莫诺在2020年8月已经因这一丑闻 辞去了财政部长职务 以及多伦多中部选区的联邦议员资格 在线零售巨头亚马逊表示 随着大流行的持续 该公司将在美国和加拿大雇佣7万5千名工人 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举悉此次招聘的运输部门及其仓库部门的新职位 将是永久性的 亚马逊还在一份声明中说 他将为已经接受COVID-19疫苗接种的新员工 提供100美元的奖金 一位发言人说 该公司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保障员工的安全 这家零售商说 这些已经在招聘中的工作 将提供平均每小时17美元的起薪 这是该公司最近推出的加薪措施 亚马逊还表示 他将在某些地区提供高达1000美元的千元奖金 以吸引新的员工 亚马逊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拥有超过100万名员工 在大流行期间大肆招募员工 例如在英国 去年他增加了1万个工作岗位 由于消费者在封锁期间待在家里 这家零售商在2020年是迄今为止最赚钱的一年 据悉 有额拜950个亚马逊工作岗位 现已在大温哥华地区开放 这家全球电子商务巨头 在今天宣布了全职和兼职的就业机会 以帮助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他们说 所有职位每小时至少会支付16元 那些全职职位的员工 还将立即获得基于绩效的奖金 全面的福利 医疗 视力和牙科保险 团体RSP计划 以及获得职业培训计划的机会 这950个职位是亚马逊上周宣布 为大温哥华地区提供的2000个工作的补充 该公司将在2021年底之前 将在大温地区开设5个新的配送中心 包括南列之文的温哥华港工厂 新建45万平方英尺的配送中心 亚马逊还在扩大其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公司办公室工作人员的人数 该公司将接管The Post重建项目 所有11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 该空间预计于2023年完工 这栋大楼将被公司容纳6000名办公室工作人员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